大家好! 如果你有看過昨天的影片就知道了 我今天要帶大家去駐不同的溫泉 今天會說說不同地方的溫泉 的名字是怎樣讀 還有說一點關於溫泉的日文 我們現在馬上帶大家去第一個地方 第一個很出名的溫泉的地方就是熱海 熱海我們會叫做 熱海 熱海 第二個是在北海 它叫做登別 登別 第三個是有馬 有馬的日文讀法是 有馬 有馬 第四個是大家如果有看我的Vlog 我也有去到的就是這個 雙巾 叫做 如果大家沒看過可以在這個 Info Box那裡 我可以放進去 不是應該在這邊 是 看這個雙巾的介紹 第五個是在香港也有的 不過香港那個不是溫泉 是吃拉麵 或者一些日本菜 沒錯它就是別府 別府 第六個要說的就是大家經常都會聽到的 Shinahama Shinahama就是百分的意思 好 說了六個去浸溫泉的好地方之後 我們就說說溫泉的水 其實是有不同的水分 或者構成的化學物質 不是叫化學物質 就知道不同的成分 我們現在就說說他們的日文分別是怎樣說的 第一個如果它是簡性的話 簡性的日文會叫做 Arucarise Arucarise 第二個如果它是硫磺的話 硫磺的日文是 Io Io 第三個如果它是酸性的話 我們就會叫它做三性 Sansé Sansé 大家只要記住三性就可以了 最後一個如果它是溫泉裡面有鐵漬的成分 鐵漬的日文我們會叫做 好 今天就說了十個關於欣泉 十個關於溫泉的日文 介紹了六個最有名的溫泉地方給大家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Google打這個地方名字 然後看看是怎樣去的 現在冬天都開始冷了 所以搞到我也有點想去浸溫泉 希望接下來一二月的時候 有機會去一次日本 如果有的話我會告訴大家 大家可以留意我的IG 我們下個禮拜就會介紹 另外一些不同的單字 今天大家溫泉 我們下個禮拜告訴大家 會做些什麼 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另外還要追蹤我的IG和Facebook 好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我們下個禮拜說一些完全 另外的日文的單字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 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は きょうこです 大家好 今天我們就會去大家 大大大大大大 大大小的一 subway 大大大大大小的好色 自由奏 最好 謝謝 我們下個禮拜